成功联罢球员开心冲进场中 场边教团更狂抛彩带祝贺 基雄市民传国中篮球队在JHBL再次封王 接着篮篮队队队长的周珍祥开心的说 没有辜负上届冠军队学长的期望 去年有学长可以带着我们打 今年后我们带着学弟妹打 就从练习开始大家一起磨合 在准决赛个人狂拿32分协助球队 击败劲敌的潘承平 也说球队在比赛过程中渐入佳境 靠团队站立才能拿下好成绩 刚开始默契都不太好 但从练习开始我们慢慢的增加我们的团队默契 柳然队方面也连续两年打进前四强 控球得分一把照的林欣宇表现超过以往 平均得分超过20分 去年跟今年差最大的就是切路 切路有很努力去切 然后投篮也很放开去投 不会微微缩缩那样 208攻城之一的教练徐伟胜 更拿下首届最佳教练奖 他表示主要还是球员们能顶住压力 确实发挥实力 我们没有讲他们也知道有这个压力在 对那我想就是因为有这些压力 然后所以才让他们私底下 或是平常在训练上 他们会想要更努力更进步 所以才有请你这样的成绩 左手翻一下 来来来来 今年接任金融市体育会篮球文会 主委的立法人蔡世英 与金融市议员佟 则一起到学校慰绕球员 并表达支持 特别来这边跟他们打气 那最也是来给他们祝福 那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体育 篮球体育运动的种子 在金融各个地方 能够继续的开花茁壮 让我们金融的好朋友 小朋友 在体育方面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 身兼民传国中 篮球队领队的同志伟透露 民传国中风雨球场即将完工 未来球员将有更好的场地 磨练球技 那这几年我们在蔡世英委员的 穿针引线之下 我们金融的地方的体育资源 获得非常不少的益助 所以我们今年 民传国中也获得 即将有一座风雨球场 完整的来完工 那让我们的篮球队的训练环境 有更好的空间 民传国中校长许文章 非常感谢蔡世英的关心 与同志委的协助 让球员们能无后顾之忧 专心打球 32连胜真的是 取得这一次的二连霸 真的是名不虚传 那我再次要感谢我们 金融市政府 还有我们教育处 给民传很多的资源 蔡世英与同志委表示 近期已经与包括金融商工 在内的多所高中 讨论基层篮球培育计划 希望比照三级棒球模式 让基隆培育的篮球好手 能继续留在基隆打球 民传民传 民传军传 记者张其滕金融报导